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的,那一般的他要做一个回锋的部分 要做回锋的部分,那回锋往左 往左压,再往左下角没关系 往左压,好拉回来 停住,拉回来就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 在这个关键点可以做一个动作 转笔,那转笔会造成这个尾巴不一样 往左,好拉回来 停住,转笔,再提起来 这边会变成有点比较圆头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没有做这样的动作,那你们又收得很快 会造成尖头 那这个就不好看了 这就不好看了 这一般的横笔 那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长横笔的部分 那长横笔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会造成一个减强 就是一波三折 造成一个波折的一个状况 那长横笔一般来讲 它也会是在我们的隶书里面 它是所谓的竹笔 那起头是一样 一样要做长横,往左押 带回来 带回来 稍微往上,然后有点变细 到一半以后 开始往下,开始变粗 停住 往右上提起来 央,走变细 然后慢慢变粗 这边停 往这边做一个顿挺的动作 再往右上慢慢提风 提起来就好了 一、二、三 一波三折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蚕头 蚕宝宝的头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燕尾 但是不是 触慧定一种燕子 是这个燕子 这个燕子 因为 海燕的一个尾巴就类似 像这样的形状 那如果说像那个一般 屋顶上面燕子它剪刀的 不一样 所以一般我们的燕尾 指的是这个燕 不要以为是另外一个燕 这在我们横笔的部分 那竖笔的部分 竖笔的部分 它会是比较 单纯一点点 一样做一个长风而已 竖笔的部分 竖笔的部分 它没有多大的一个 变化 它只是做一个 一样做一个 回风一个长风的动作 让它起笔往上 先往上 推上去以后 直接压下来 带下来就好了 那时候笔呢 停住转一下 再提起来 再推一下 再提起来就好了 那粗笔的变化来讲的话 不用它 不要把它写得太 呆板 就是从头到尾一样的粗笔 可以再抖一下笔 这是竖笔的部分 这个就是撇笔的部分 撇笔的部分 撇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会是推笔 但它会 变粗 会越来越粗 先往右上 下来 推 停住 往右上提起来 所以它上面是细的 下面是粗的 再看的时候 上去 拉下来 慢慢再推 往左侧 拉慢慢的往右上提起来 到这个地方 要停住 再往右上提起来 那提这个动作 你不要把它拉得很快 或者说拉得很长 有些人会这样子 停 那这样子就爆笔了 不好看 或者说 它就把它拉很长 那这样子也不好看 这边太长了 这部分 是它的一个撇笔的部分 那撇笔它有两种 一种是细到粗的 但是没有粗到细的 有但是那个不算撇 但是在它的 那个造理来讲 应该算是左点 像卧心的部分 心的部分 但因为它可以拉很长 所以我们会把它当 似同式有点撇的概念 有点撇的概念 那耐笔的部分来讲 就跟我们凯述的耐笔是一样 直接一样会产生厌尾 所以它的右足笔来讲的话 如果不是长横笔 就是耐笔 这两个笔画 一定会是其中一个 是拿来做厌尾的部分 比方拉笔的部分 压 提起来 慢慢扭起来 有点带点小弧度 这样子 让这个地方微微带弧度 这部分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粒书有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状况 它在点的部分 最上头的点 最上头的点 你不能说把其他点 都把它似同一致 最上头的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普制点 这个点 或者保盖头 保盖头的 这个点 普制点 我们可以把它似同横笔 可以把它当做横笔 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长横笔 只能当做短横笔而已 比方说 那我们来讲一个字 快点快点 好 高雄的高 这个应该是点 但我们把它做成横笔 但这个 这个状况 点当横 来讲 只有在普制点的部分 可以去做 那粒书来讲 它有一个 狀況 如果说我们 以 勤汉力来讲的话 它的智慧比较扁平 它会比较扁平 它会比较扁平 但是 九宫格练习 那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是让 还是一样位置上下 是在同一个空间 上下位置在同一个空间 那一样左右都称就好了 那有些人的练习方式 它怎么练习 它会把它变成说 九宫格 上下有三个横杠 它把它写在这个位置 让它的字与字之间的空间 制造在第三格的部分 那这当然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会造成一个状况 造成一个状况说 万一没有格子的话 你会不好去处理 那这边就空格 然后下面再写 因为我们在写立书的时候 会有一个情形 就是说 它没有所谓的行距 但是它的字距 会抓很重 它的行左右之间的距离 是很靠近的 但是上下的距离 拉得很远 有没有 这支字铁已经把它拉开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实际的 你看左右的距离很靠近 那上下距离 字与字 上下字之间 距离是拉得很开的 这部分特别的距离 那这个应该是比较 朝旋碑来讲 它是比较 内敛的文字 所以它还没有那么过度的一个 往左右伸展 像有些像 乙英碑乎华山碑来讲的话 它甚至会出现怎样的情形 我这个字的左边已经跑到 另外一个字的右边来了 会有这样的情形 一般我在书写 我会去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形 但是一些特殊的碑 它会有这样的情形 但我还是会把它做修正 那我怎么说 比方说我们格子是这样子 你们会发现说 我PO在群组里面的一些 隶书的作品也好 或者说隶书的范本也好 我左右都会让它 有点离我们的格子有点距离 一点点距离就好了 那就是尽量去避免造成 我们说左右之间的干扰 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隶书的状况 它的一个概念有很多 因为我们朝鲜它是属于圆栗 那有另外一种叫方栗 方栗 那什么叫圆栗 什么叫方栗 就是它的棋笔 最好 它是圆形的 趋近圆形的 还是比较直的 好 比方说以 银 那个 它的棋笔不是往左 它是往下 这里是比较直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方栗 那圆栗 它要做一个 转的动作 就我刚讲的 先往左边再拉 那这个往左边的动作 我们会习惯有一点 绕圈的一个感觉 笔毛是在纸上绕圈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动作你要特别去的 你们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你们拉回来后会出现火柴棒 对 对 再静起来 那这是什么原因 你拉回来 你没有压下去 我们再转回来 上去是细的压下去 转回来 往上提一下再走 这个小动作会影响到上面的部分 再看一次我放大 压 转过来 有没有 往上提一点点 比往上挪一点点 完以后再走 有没有 那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就是这样子而已 变成这样子 就有出现一个天额头给你看的 所以这个挪笔的动作 转 压下去 过来 往上挪 往上挪的再走 这里出现爆笔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 最后转到转到圆点的时候 笔要往上 往上推高 再拉 这个动作你做出来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边好像一个天额头一样 这边特别去注意到 那 那 历书的变化上 它的运用上很多 在形态的一个变化上 是汉草的 汉草的一个碑铁 那历书的起源是秦草那时候开始 那历书最高峰是在 第一波高峰是在秦汉阶段 那时候碑铁到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了超过20种 什么秦草啊 花山啊 石门啊 等等那些 或是什么 那个 好大王碑等等 那到汉草以后 那到汉草以后 咦铁铁铁兽啦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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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白铁铁兽 那个叫什么 后来先 想不起吧 有另外几个 他们就回复 再把历书再拿出来做一个变革 所以有一个名称叫历变 历书的变革 那时候他们就把历书做一个很大的转变 以前的历书是扁的 滴滴啊 当然会有部分的字可能上下 横比比较多的 他们稍微拉长 稍微拉长一点 那绝大部分 九成以上都是扁的 那到年轻以后 他们就把这部分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改变 反而历书稍微有点变成正方形 甚至 把它变成长方形的感觉 这部分到明清阶段 他又把历书又推向了另外一个境界出来 所以在历书在目前从古代到现在 有两个高峰阶段 一个就是秦汉阶段 最成熟的阶段是在汉朝 那到再来就是明清阶段 邓石鲁啦 还有银秉秀他们 把这部分又把它作链 另外一个方面的改变 那 过程当中还是有历书啦 还是有历书 只是那个历书 把它写得太呆板了 再来就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那么另外一个写历书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不用考虑到笔顺 它可以不用考虑到笔顺 比方说我刚刚写高的部分 我是这个组笔先写 我再来写这个 有没有 你可以先把可以掌控的掌控好 以后再来定出它的其他笔画的位置 它没有一定的一个规则 甚至像写高字来讲 我曾经看过 好像台南的一个老师 他写高 我们正常是 两个竖笔完再写横笔 他不是 他是 竖笔 横笔 所以他比较不用去考虑到 所谓的一个标准的笔顺 你只要把这个字把它写 工整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在结构 左右结构的变化上 他不用 他比较不用去考虑到 所谓的肩价的问题 那像凯述 我们可以注意 他左边右边穿插的部分 细的去把它交叉去运用 把它造成那样画面上 有跟那个行草书一样 有那种画面紧张 紧凑跟比较松散的一个概念 这个都可以去做 那以前我一开始做这样的变化之前 很多老前辈一直在骂 那这几年我一直用这个方式去参加比赛 后来也在我们不要说台湾大陆还有日本这边 都有一定的接受度 有一定的接受度 那有一个教授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写字不是要把字写到最完美 或者说把你的背帖写得很熟悉 他说你写得很熟悉 就是你把那个帖写得很好 你永远是一个复制者 永远是一个模仿者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很多学员应该有听过 他说他跟我讲说 你希望你听到人家夸赞你的字 说你的欧凯写得很好 他说真好是你的凯书家漂亮 你的自己的味 这两个你要哪一个 后面哪一个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点 但这个像我昨天去高雄那边评审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有些小朋友 但那个我们认为 那个不是小朋友写 应该是大人写写 给小朋友去签名送监 因为那个写得太老练 他写历书 那个历书不要说 小朋友连我要写出那样的状况 我都写不出来 那个写得很老练 没有把它拍出来很可惜 但是 是一个三年级写的 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 他就要死不死 好那一组 第五六年级组的高年级组 一扑出来 又一张又是一模一样的 内容不一样 但是写的那种概念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一看就是同一个人的作品 啊第一个 有一个老师评审 就一直蹲 蹲蹲就站在那里 做片三年级那时候 他一直蹲在那边 那正常我们写是这样子写 正常我们会这么写 那 我们可以把这个卧星的部分 用成钻石的概念 其他不变 其他的概念不变 这个狮子如果在朝旋背的话 他会把这个填拉到左侧 那这个地方 这就是钻石的概念 甚至我可以做不一样的改变 我会想到这样子不工整 我们可以再把它用另外一个钻石的概念 卧星的钻石概念 去把它弄得更工整 那现在在栗树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很活泼 那现在在栗树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很活泼 这是钻石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来讲 在栗树的运用上面来讲 他在结构的运用 印钻就是一般我们刻在印章上面的钻石 印钻它的单一个字的结构变化很大 我可以去把它挪位 所以我们以前 我之前有写过给你们看 凯树的部分 没有记得哦 秋天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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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就是由栗树而来的 栗树可以这样子在位置上面的一个改变 所以在结构变化上来 还有说它的一个字体的运用上面来讲 它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像我刚刚有讲 它可以把它写得比较可爱一点的 比方说三点水的部分 我们正常是这样子嘛 我可以把它变成尾树啊 当然让它有轻重大小的概念 都可以哦 都可以 历书其实是很好入门的 当然它就是 你们要多看一些古字 那变化上来讲才会多 多看一些不一样的字体 这一块有没有 看有没有上去一只遍 这一块我又说过的哦 这一块我又说过的哦 流水的流吗 不是我还是 这一块我有说过的哦 忘记了哦 不是 不是喔 下課我再公佈 要看你們有人有信給我 所以我們在書籍的時候要特別去列 它可以很自由很灑脫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得比較嚴謹一點點 嚴謹一點點就把它依照自鐵的模式 停慢慢提起 讓這裡是直的 另外一種呢 它是有點我常講說好像那種鐮刀一樣 它是滑過去的 它沒有停它直接提起來 直接這樣下去提起來 造成這邊好像一個鐮刀的那種感覺 那停筆的話這邊會有一個鈍角的部分 這邊直的上來 那當然這裡也可以有點弧度也OK 也OK 那有另外一種來講是一個坡折 壓下去直接提起來 那你提起來不要很快的去把它 會造成破尾 那這樣 最主要是要這個地方特別去留意到 那它會做到燕尾的地方 會做到燕尾的地方 第一個是橫筆的部分 第二個 就是所謂的耐筆的部分 那耐筆有很多種類 比方說引頂邊的啦 措置邊的那個都算耐筆 耐筆的部分 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握心的部分 握心溝的部分 那握心溝 這個地方可以做 大概是這幾個地方可以去做燕尾 當然符合溝也OK 當然符合溝用的比較少 還有割溝 割溝也OK 所以這部分特別去留意 那在歷書 另外一個概念 你們要去了解說 它有兩個概念 你們要特別去記住 第一個 這個字可以沒有蟬頭 沒有燕尾 但是絕對不能出現兩個燕尾 燕不雙飛 蟬無雙頭 就是說 你的這個燕尾 在一個字裡面 點多就出現一次而已 沒有出現也沒有關係 它最多就是出現一次 另外一個 這一個要特別去留意的概念 那另外要去留意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它的結構很多都是 比較偏向上寬下載 尤其外框字 外框字 像國家的果 國家的果 它的話 你不能把它寫一樣的寬 寫一樣的寬的話 這個字會很呆板 會很呆板 所以我們在出現的時候 會把它有點 斷筆也沒關係 這個應該要一筆 我把它做斷筆都沒辦法 那一般在立書寫外框字的部分來講 我會習慣先把這個 這個封口門把它關注 在立書 上環下載 这七个字是他的口诀 比方说我要往这边走 我要写一个横笔 我要先往逆笔方向走 先逆 然后再顺 然后要收笔了 再逆收 左右 左 竖笔的是一样 先上 再往下 收笔呢 一样再往上推 耐笔嘛 赶快 撇笔 是这样下来 先右上 再下来 再往右上拉回来 上 再下 再回收 只是 在撇笔的部分 这个回收的部分 我可以直接顺着这个方向回收 我也可以再往右上一点点 再往中央一点点 或者是提起来 往这个方向收也OK 只是说 你如果是往比较中心方向收的话 把那个支撇笔提起来 让他造成有点突点而已 不要让他那个突点 像这样 稍微造成有点突点就好了 不要把那个突点做得很夸张 请问话都要讲 变成这样 那这个就不好看了 要了解 可以怎样转弯 带过来 然后直接往下压 这个比划如果压下来的话 我们拉垂直的 拉瓷笔的话 这个会是最低的地方 我可以这样转弯过来 再说 点再往下压下 拿过来 摔菜膠 我交不 你有一点 我们这个 你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没没有 你这本我先救你 所以我在这个烫厅 带过来 好 带过来 都不会 稍微 不要一次就你我交 妈妈拖一拖一拖一 在写立书的时候 不要一笔到位 再揣一下 停一下,停一下 距離不用那個嗎? 先距離 先距離 也是要抓距離 對啊,是要稍微刷一下 你會越寫越有心得 會覺得這個字很好 歷書其實沒有多大難度 我一直強調歷書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我一開始寫 真正開始好好去寫書法 就從朝鮮開始 就在抖六加上那時候 去圖書館討論到一份資料 開始了一下 因為以前 我們那時候沒有其他字帖 你能夠在市面上買得到 就是 柳光泉、袁真卿、王羲之 結果那時候抖六加上那時候 去圖書館 有一間密室 當頭照在那裡 密室 然後就開啟 真正的 去看以後看到 哇,裡面有很多字帖 結果就坐在裡面看 結果看到被圖書館的那個 結果我那時候就開始寫歷書 那也因為那樣子以後 整個雲林縣高中的書法 完全成績大改變 以前雲林縣的書法 高中組的都是一定是凱書 而且都是衛碑 結果後來那時候我開始寫以後 我寫兩個多月吧 我就開始用力數參加比賽啊 結果從我開始用力數參加比賽以後 第一名沒辦法 第一名不是從缺 就是我 所以那時候每次去參加比賽 大家看到 我就說 啊,那杜六加上那個還來啊 他們都說 杜六加上那個立書還來啊 就變成這樣子啊 其實那時候寫的 我那時候寫的並不是很成熟 是後來出社會教學後 有學生想要學歷書 我才又開始在歷書上面做一些 這幾年才做 去研究比較多 開始做一些文字上的變化 所以立書 其實立書他的難度不高的 原因是說 因為他沒有太多的限制 而且他的字是有點比較隨意的 這不要隨機上去 稍後填一個條 快起來 沒有這裡很沉 那這邊 那立書 我們在凱書來講 你們開始在寫的時候 就求 對稱就好了 這邊其實不用寫到那麼長 寫到這裡就好了 但是 讓你們盡量去 維持一個穩定 所以我這邊的長度把它做一樣 那其實不用寫到這樣就好了 好嗎 這裡比較低一點 所以不用去求到說 很對稱 不要 那再來 寫到後來 現在跟你們講 你們還體會不出來 因為到後來會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 結構上的變化 那個變化是在我們在筆法上的一個改變 那正常的這個點要先寫 那一般我都會把這個 殘頭燕尾先寫出來 再回拉一下 再回拉一下 書寫的時候不要一次到位 我一直強調不要一次到位 先填一下 維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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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呼吸 好像很難安 都不能呼吸 馬來按照得好啊 那像這個樣 扭一下 有點轉角度 先逆時鐘上去以後再順時鐘再壓下來 逆時鐘再順時鐘壓下來 他要讓他翻下來 他聽說要去擋 沒有人會當主張 聽說他要去當代理桃園縣縣長 壓下去 一起來就好 就這樣子而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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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